近日在美国德格萨斯州沃斯堡举行的贝尔沃斯堡联盟好战上 美洛军的V280轻转旋翼机首次于L39喷尽式教练级同台现役 颇有于后者比拼速度的节奏 V280勇士为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与洛马公司联合研制的第三代轻转旋翼机 专为美洛军未来直升机项目打造 图为V280以垂直起飞模式升空 可见发动机前端旋翼已上台至90度 V280的外形有点类似黑鹰直升机与V22鱼鹰的混合体 七元星机于2017年12月成功首飞 V280的综合飞行性能均要全面优于现役的V22鱼鹰 例如V280的最大巡航速度可达280节 优于V22 V280最大作战航程可达1480千米 鱼鹰仅为722千米 但V280的定位并不会作为鱼鹰的替代者 未来将仅作为美陆军未来直升机项目的一部分 MING PAO TORONTO